现年71岁的作家卡曼·洛尔巴赫回忆 他曾试图从波罗的海游到丹麦 离开东德 但不幸被东德军发现投入监狱 罗尔巴赫说 他逃跑过程中 还一直觉得自己背叛了国家 在监狱待了32个月后 思想才发生改变 修伯恩·霍尔本 1963年成功逃离东德共产政权 他用潜水呼吸管 从东部波茨坦市游了1.5公里 到达西部万恩湖 之后还挖建57号隧道 帮助他人逃离 托马斯·德雷舍 没能逃脱成功 被捕入狱9个月 出狱14天后 柏林墙被推倒 他提醒后人铭记历史教训 新唐人记者 颜希综合报道 赑偿